大伙心中都蒙了一下 随后也是立刻明白过来 跟着一起点头 这个 徐温昌有些为难起来 本来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顿时也着急起来 跟大伙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说了一通 大家都不为所动 最后叶少阳站了出来 重的说道 徐宫 殷司当时将他们赶走 现在一句话就招回去 我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总得有点好处吧 不然 真的没得谈啊 叶少阳算是明白了 林三生之前故意那么说 其实就是为了讨价还价 徐温昌是转轮往跟前的红人 在殷司也属于高层了 还是能做点主 给点好处的 好处 有什么好处 叶少阳一时间 还真不知道该要什么 朝着林三生看去 林三生一时也想不出来 用眼神暗示他 让他自己做主 这种事 过期可是不认的 必须当场提出 让他答应下来才行 突然 叶少阳眼前一亮 说道 徐公 你让我见一次 徐福 刺眼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最后一个个发言过来 都静静地望着徐温昌 看他怎么回答 徐温昌听到徐福两个姿势 也争了一下 随后怒道 叶少阳 你算盘 打得可真不错呀 不过 不过这种过分的要求 你觉得可能吗 可不可能在你啊 也不在我 徐光 现在可是你有求于我 而且我真的很为难 不弄点好处 我也不好请兄弟们从命啊 身后刮过包子等人 一个劲地对徐温昌几眉弄眼 徐温昌看得来起 刚要开口 叶少阳又说道 而且 这也算是为了阴私 什么意思 徐温昌急忙改口问道 我找徐福 咱是问他山海印的下落 徐温昌一听 当即白首 没用 我们都问过他一万遍了 你问 跟我问当然不一样 你别忘了 他被抓的时候 还跟我说过几句咒语 没准山海印真的在我这 但我找不到 我得亲口问问他 你要山海印干什么 不干什么呀 至少证明山海印没在我身上 免得大家都来打我主意 我可很委屈的 徐温昌沉吟起来 目光闪烁 看得出 他是在犹豫 少卿 他一咬牙说道 好 这件事我来安排 但有个条件 您说 您说 徐温昌朝瓜谷等人 看去说道 你们必须 这就跟我下去报道 恢复阴阳寺 一切职务照旧 若有新人 增加编制则可 我不去 他们去就行 反正我也不去空间 瓜瓜急忙解释 不过 我那些兄弟们都还在阴寺呢 可以重新召集他们 徐温昌说 好说 好说 叶少阳转头看着大伙说 你们觉得呢 太匆忙了吧 小白皱着眉头 我都好久没去阴寺了 都有点不习惯了 去啊 大家都去 橙子伸手拉他 你们去了 我在阴寺就有伴了 再说 你的风哥哥也在鬼域 你去阴寺 离得也近一点不是 小白红着脸 推了他一把 叶少阳说 那就这么定了 反正我最近 也没什么大的行动 你们先去 我回头要是有钥匙 再招呼你们上来 大伙互相看了看 也都答应下来 行了 徐公 这回你可以回去 好好交差了 你可别忘了 答应过我的事 不然到时候 他们还是要走的 叶少阳叫来了包子和秋莹 对徐温昌说 他们是我新手的妖铺 到临寺 还请徐公您啊 多多照顾 两人跟着徐公打了个招呼 还有他们两个 你之前也见过的 叶少阳介绍 凤夕和崔颖 徐温昌汉手招呼 凤夕回头 看了叶少阳一眼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叶少阳又嘱咐了 大伙击聚 让他们跟着 萧义云和徐温昌一起去 把他们全部都送走了 房间里的飞人类 只剩下小九 碧青 瓜瓜 还有雪奇 还有林三生 你不去阴寺弄个官的 叶少阳冲着 毕青说道 你看我像是 谢瑜在阴寺当官的吗 叶少阳摸了摸鼻子 叶少阳又跟林三生 和小九 讨论了一会儿 空姐的现状 提到迎钩之死 林三生将真相 讲给了叶少阳听 真是没想到 他会这么狠 连自己兄弟 都下得去手 叶少阳称目结舌 玄机皱着眉头说道 他以前是阿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货挺呆的 没想到 也是个萧熊啊 话说 他现在吸收了降臣之血 简直像开挂一样 将来要是再入了进犯空间 你们怎么弄 小九说 他吸收了降臣之血 强大了数倍 不过 降臣之血 不是这么容易被炼化的 感染 太淘汰了 要是 酸